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用一个ROXDB这样一个APPICATION的东西 然后去加速它的SSD FILE 还有LOG FILE 然后它因为它在后面写都是最佳写 所以我们实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层次 当然性能这一块我们之前的DVD好像已经分享过了 就是在Toolating这一块相对于Kernel的方案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但是在Toolapse就是读这一块 因为我们后端的Pagepatch是没有bypass kernel的 这一块相对于Kernel方案是稍微有些差一些 这样一个环境的话 这是一个host的一个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是说 这个东西是ROM在那个host上的 然后没有虚拟化的一块 然后最上一层是可以是MyCircle 然后往下可以是ROX的Story MyROX一个StoryEngine 然后往下是ROXDB 然后它我们提供了一个STD给一个ROXDB的ENV 然后往下是BlobFx BlobStop以及MMI driver 以及到物理的MMI SSD 这样一个特性 那其实我们的需求就有来了 就是说如果是说用户的需求在这一块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说想把这个ROXDB 这样一个场景的话 是跑在虚拟地里面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需求提供上来的话 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个加速器 或者相关的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问题的由来 就是Background这一块 可以看一下这个Write 是ROXDB这一块 一直到我们的SQD FileWrite 的一个API 一直到ROXDB 这一块的话 都说一句是说它是一个同步的一个接口 然后牵扯的这个虚拟化这一块 那这一块我就简单的快速过一下 那半虚拟化驱动 然后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WTOW这一块 然后有WTOW的设备一般是有Net 跨设备有SQC 或是WTOW BLOB 这样一个跨设备 但是WTOW还提供了一个文件的一个接口 用来传递从VM里面到HOST 这样一个程式 已经有的话是WTOW 9P 大家可能对这个9P应该就比较熟悉了 原来的话一般的成品是用在 这个GEST和HOST用来共享一面的 那现在这个9P也可以用来这么长远 可以用在CoverContain那里面 用来做Image的一个分享 那下面这个WTOW FS 就是最新的一个实现 其实后面这个FS 它里面是用的是Fuse 一个Request 然后VHOST的这一块 这也不是特别新鲜 就是去年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VHOST的是WTOW的一个加速器 它把这个IO的一个处理流程式 放到另外一个Processor里面去处理 那我们现在看 现在这个实现 比如说HEMU的一块 HyperVide的一块 是一个进程 VHOST是一个进程 这样的话是两个进程 那我们升级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需求下来 就是说 HyperVide的升级是叫什么 叫Live Migration 或者是Live Migrate 对吧 你可以从低版本 HyperVide的升级为高版本 对吧 然后VHOST这一块呢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 VHOST的Live Migration 那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在VM里面 需要用到这个File 那即使 那我们再创开这个问题 就是说 即使我们没有这个File 这个Request 那我们是提供一个画设备进去 那用户用的话 其实也会给它一个Format的一个文言系统 对吧 那就是右边的引擎 就是说 如果我们提供一个块设备进去 那用户也会是给它Format的一个文言系统 然后用这个COSIX语义来存取它的 那个Application那块 那左边那块的话 就是说9P 这是一定有的一个方案 那Gas里面 其实是有个9P的一个驱动 然后9P的话 其实下面有好多的 COSPAL的一个列 它可以去通过Wattout 都传出来 也可以通过网络 然后在后端的话 就Penit的话 是一个模拟的一个驱动 然后在后边 落盘的一块是这边 这方是一个Puzzle 就是Penit里面 直接是把Puzzle 到一个backend的这样一个实现 这是提供的这种方案 两种各对 好像现在我们也没有比较说 这两种方案是哪个更好一点 或哪个更差一点 只是说这两种方案 现在这都是不用的 那现在这个的话就是Fuse 那Fuse就是全程 就是File System in Your Space 它是一个提供的一个接口 就是用户才可以去实现 类似于COSIX 鱼翼的一个文件系统 用户才可以写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可以实现一些 文件系统的一个鱼翼 然后其中的这个Directory 这种服务的话 另外的程序 可以像使用Kernel的文件系统 一样去存取 所以这个Fuse的话是两个模块 一个模块是说 它有个Kernel的一个文件 去提供一个Kernel的这个实现 然后还提供一个LeaveFuse 这样一个用户的一个Library 就是这个是一个框架 然后用户才可以自定义 他们自己的实验 去实验一个自己的一个文件系统 然后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说一个Fuse的一个框架 就是IO的话 是从Gas这边传下来 传到这儿 从Application这边传下来 传到VFS这个Kernel这边 然后通过Fuse的KernelDriver 把这个Request放到一个用户台 那用户台可以是一个Demon 可以是ServiceDemon ServiceDemon这一块再往下 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请求 再直接转发给另外一个文件系统 当然用户台如果是可以 就是说实现了我们实验的话 我们基本上到这一层 就实现了一个SPDK的一个实现 就是那个 就没有这个后面那个 在后面那个Password的一步了 那这个VFS这一块 这一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Feature 然后现在还在开发上 就是即使现在也没有Upstream的 往那个社区 但是这个开发应该已经 时间已经比较久了 大约一年时间了 这个最开始是Redhead发起的 然后即使现在也是Redhead在复合 Upstream的内核 还有Penu 还有其他的那一块 然后他最开始的 基本上是说 他要用一个共享文件系统 那共享文件系统就是说 用来传递这个 那个containment的image 通过那个VAM这一块去把那个 host这一块 一个image 然后传递一个VAM里面的一个 containment的一个image 通过一个共享目录传过去 然后如果他 VFS的话 他就是用Fuse 作为一个基石 然后他这个request里面就是 包含的就是Fuse的一些message 然后最后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要Dex 叫Direct Access 这个东西是说 要在VTOW PCI的这个design里面 去增加一个bar空间 这个bar空间是 是用的host的一个memory 但是给present 给guess的话 是看到的是一个madeem的device 然后这个 他用来这个的话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说 这个dex 在guess看 它是一个madeem 非译式的 但在host这边看 就是一个memory 然后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它可以bypass guess的batch 那现在的话就到我们的 sdgvhost的fs的一块 那同样借我们刚才的话题的话 就是说 现在的情况是 guess是有一个fuse的 一个kernel module 然后还有一个fs的 一个dex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plugin的drawer 你可以enable这个 也可以被引用这个 然后再下面是 whathowfs的一个 传输层 用来传递那个rrequest 然后到后段这个实现 那现在是上下两种实现 下面这种实现是 whathowfsd 是在kernel里面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方案 跟前面这个方案是 redhead 以及社区的人 其他 这个fsd是 那个 用的pass 就是guess里面 发的out 我这边接到之后 直接在pass 给host的一个 也有这个文件系统 那我们上面这个的话 就是方导说的 我们同样是 用wefuse library 去接请求 然后做出一个 全异固的一个模式 然后接到请求之后 它可以转成 blogfs的api 然后下传的blogstore 然后再到我们的mme 这样一个全用态的 一个软件站 那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也有好处也有坏 我一定列出来 然后好处的话就是 消除了一个contact switch 因为是全用态的 然后out这一块处理的话 也有一些不同 就是out 这个thread 那我们是用一个puller 就是说 这边这个oneq 可以有好多个 它可以有 很多个 这是moleq 但是我们是用一个puller 去做的q的request 那whatfsd的话 它可以用modthread 就是说 每一个 每的what orderq都起了 单独一个thread 然后另外一点是pavecache pavecache这一块的话 对container的用法很有用 因为它的那个那个 那个 image 传过来的 image 到 gas 里面 其实有 container 好多 image 是可以共享的 它既然是可以共享 也就是说 host 的 page patch 它可以只有一份 可以提供给 n 多的 container 的使用 这样的话 其实在 host 这边开销 其实又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们这边 实现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 其实是没有 page patch 的 从这一点来说 这一点相对于 这个 vtfd 应该算是一个 比较 比较 就是 差的那个点 相对于它比较是 没有那么好的那个点 但是这一块我们也在看 看看后续通过一个 什么方式 能够去 去把这个 gap 给它塑造 然后回到我们 fuse 这个 request 的一个 基础 基础 就是 假设想说 我们为什么用 fuse 是不是要设计一个 简单的文献系统在用 就是 easy 加一些 feature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也有了一个方案 你如果再给它 扔到这个 kernel 相当于你 遇到适应一些逻辑 在这边 那你如果不实现 那就是 纯粹的当一个 gateway 转化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是说 可以增加一些 比较高级的提成 或者 或者是 特定的一些提成 那这个就是 那一个 对比 那这个就是 那一个 对比 那这个 对比 说 为什么 我们可以 用到这个 fuse 这样一个 这个请求 那可以看看 左边的是 fuse 的 command 那可以看看 左边的是 fuse 的 command 查表 lookup get a tribute open 什么 delete create 就这些 然后后边是对应的 然后 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到 常用的话 是有一些 对应的 然后 关键的是 我们后面的 API 实现都是异谱的 成译的 因为后面有个后缀 是 asynchronous 都是异谱的 然后 另外一点就是说 下面这个灰色 标了一些问号的地方 现在 我们没有做的 那以后呢 有可能 我们是 会在 未来一到两个 queue 里面 会把 其中的一些 fuse 给加进来 第一个的话 就是 random write 刚刚也说了 我们最开始实验的是 robsdb里面的 它只支持 那个 叫 append write 然后 第二个的话是 mf 我们现在没有 那个 mf 的支持 然后 第三个就是 目录 我们现在是一个 大平层的一个目录 目录结构单一的 是吗 然后 那后面的话 它可能是需要一些 目录的一些余地 比如说如果把它 变成一个 common的文件系统的话 目录的余地 可能是要加的 这个的话就是一些 比较细节的一些文件 就是说 这个 fuse 的这个 request 和 response 两部分 一个是有 request 另外一个是 response 然后通过的一些 fuse 的 request 是放到一个 header 里面 放到一个 whatsapp的 queue 里面 有这样一个组织的 它中间可以是加一些 一个 request response 后面是代表 这个就是那个 open close 的一个 example 就是在 guest 或者说在那里面 就 open一个 file 然后后面其实是两个 fields 那个语意 一个是 lookup 一个是 open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到 sv 的呢 是 edave 然后open 然后后面的话 是那个 close close的时候是两个 一个是release 一个是 forget 这个就是那个 read write 这一块的读写的 就是 fields 就是发一个read的命令 然后我们是给它 overthouse 的 queue 里面去放一堆的那个 descriptor 然后每个descriptor 指向一个公传的 一个 memory 然后就包含你刚刚说的 field request field response 以及 beta 这一块是 基本上是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一个遗散的一个聚餐表 组织起来的 OK 那我们回到 我们最初的那个 那个方案里面 就是说 我们最初是想实现一个 vm的一个加速器 但是选用了这个 field这样一个 框架 那我们后来发现说 还可以用在挺能的里面 这样的话 待会儿交通会给我们讲 挺能的用法 那我们再看现在的ER 里面 同样是 是RossDB的想用法 readwrite 到我们 它到这个 gast里面是 转用field的readwrite 然后它后端就是 spreadwrite 这样一个 提供下来 就是说 就已经address 我们最开始的一些request 我们最开始就是 想解决一个vm里面 怎么使用 vm的接口 然后提供出来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那基本上就 一定address 我们这个 有很多问题 那后面那一个 就是pnanda的用法 就是说 我们 我们这一个方案是 怎么实现在pnanda中的 肖东 肖东来给我们 首先要说的话 就是我们 hpdkvhostfs 然后在那个 container上的使用 其实还在一个探索的阶段 实验的阶段 然后 container对于存储的需求 首先就是需要一个隔离的环境 然后 就随为了运行一个container 在host上面 然后需要准备一个分层的rudafs 然后一些 可以标识容器的文件 然后还有需要一些 认证和加密相关的信息 然后 以及那个 可以做数据19化的 Volume 然后 最后通过那个 mark name space 然后将这些 目录和文件 可以就是 隔离挂甲到容器的 目录视图里面 这个是pata container pata container 其实是一种安全容器 然后它是通过 将那个 虚拟机的 它是通过将 容器应用 然后 运行在一个 轻量 经典的vam里面 然后可以达到一种 更高的一些 安全隔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下面的话 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mark name space 是无法直接将 那个host 本地文件 这种里面的这些 相关的目录和文件 直接隔离 挂甲到 container 这个目录视图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 wordtl9p 就被用作在 那个host vam 以及 container之间 做一个传输路径 host的话 然后首先会把 就是rutafs 然后一些相关的 配置文件 还有data volume 然后同时bantamon 到同一个目录中 然后将这个目录 作为 wordtl9p设备的 一个设备信息 传递给vam 在vam启动以后 然后它会把这个 wordtl9p这个设备 上挂扎到它 里面一个容器 相对应的目录里面 这样的话 就是在vam里面 就会有一个目录 然后与host上 本地文件系统 相关的内容 然后保持一致 然后在那个vam里面 然后就可以 依旧用那个 mountain name space 然后把这些 相关的目录和文件 然后隔离 挂扎到 容器的目录视图中 wordtlfs的话 其实它是那个 一个共产的文件系统层 然后可以 让vam 访问主题上的 本地文件系统 然后设计它 其实主要为了 提供与那个 本地文件系统 然后相同的 语义和性能 在使用了 wordtlfs之后 然后其实就是在vm里面 然后依旧会有一个目录 然后与主题上面的 相关的目录和相关文件 然后保持一致 但是呢 然后在启动vm的时候 然后host上的 wordtlfs 会启动一个叫做 wordtlfsd的一个 守护进程 这个守护进程呢 会替代wordtl9p 作为vm和host上面的 一个 vm和host上面的 一个选择通道 然后 wordtlfd的话 然后会负责在host上面 然后接管从vm container中画出的 这些 基于fuse协议的 这样一些请求 然后 wordtlfsd 守护进程 将会代表 那个 容器 在主题上 去执行 本地文件系统的文件IO 然后最后 由本地文件系统 负责将这些 容器的IO 处理完 最下的问题就是 在使用 pata.container的时候 然后我们需要 考虑一个离习点 然后第一个点的话 就是在pata.container里面的话 它需要的是一个 那个共享的文件系统 第二个点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 那个 一个共享的文件系统 然后用在pata.container里面 然后作为rootfs 那么还需要 就是这个 它的软件站中 然后系统有一层 可以提供一个 类似于overlayfs的功能 还有就是 假如我们使用vhose 然后用到pata.container里面 然后除了vhosefs 需要将一个data volume 然后需要将一些 存储相关的资源 然后share给pata.container之后 然后还需要 让在hose测 也可以看到这些 目录的信息 但是我们都知道vhose 其实是用在虚拟机环境里面 然后它也无法让hose 可以看到 里面的相关信息 所以我们就 就在考虑 如果将sbtk.vhosefs 应用到pata.container里面 当前我们就是 可以实现的是 把pata.container 然后用作data volume 然后在两个container之间 去共享数据 所以 就是当 用sbtk.vhosefs 然后作为 data volume 作为data volume 的提供方 为pata.container 提供存储的时候 一些被标识为 那个sbtk 提供的data volume 将不再由 本地文件系统来提供 然后它也不会 再次经过 wtfd 而是让 sbtk.vhosefs 遵循 wtfs的那些规范 然后为vm里面的container 去提供一个data volume 同时 才需要 sbtk.vhosefs 其实应该是sbtk.vhosefs 然后去遵循 那个 方式 然后去把这个data volume 然后同时可以 那个 共享给hose上的 本地文件系统 这张图的话 其实是 就是那个 kata container 使用那个sbtk.vhosefs 之后的一个软件站 左侧的这个 软件站的话 其实是那个 host上面的一个IO站 然后右侧的话 是那个vm 中 kata container中的 那个软件站 然后 它的IO流的话 其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是当在vm里面的container 它里面一个APP 发起一个IO之后 然后这个IO的话 会进入vm的那个内部中 然后 经过vm内部里面的vfs fuse那根模块 然后 以那个vm fs的形式 然后 交付给后面的 sbtk.vhosefs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 sbtk的 全用户软件站中 在sbtk的 全用户软件站中 然后 可以把这个 容器IO处理完 在那个 左侧主机这边的话 然后host上面 一些工具 或者是application 发起IO之后 然后这些IO的话 就会进入 host的那个 kernel里面 然后经过 hostkernel的vfs fuse module的话 然后 再次返回到那个 用户态 然后由 sbtk的 然后由 依赖于 libfuse的sbtk blob fs的 一个fuse demo 去处理这些IO 然后这些IO 其实也是在 sbtk的一些 全用户软件站中 去处理 最后 关于那个sbtk vhosefs 在kata 里面的应用的话 我想说的一点就是 目前在 共享上面的一些 能力和一些限制 首先就是 sbtvhosefs 可以为 kata container中的容器 提供数据服务 它可以在 host和 container里面 和vm里面的 container中 去做文件共享 然后也可以在 那个 同一个vm上面 同一个host上面 不同vm之间的 container中 然后做数据共享 它可以在 那个 同一个vm里面的 不同container 之间做数据共享 最后的话就是 怎么样在那个 位于 不同host上面的 container中 做数据共享 其实目前 我们 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也在考虑 怎么样去加 这样的功能 还想说就是 像刚开始所说的 就是 sbtk vhosefs 然后我应用到 那个 gatakerner里面的话 其实 还在一个探索的阶段 所以我们也在 尽可能地去 收集去探索 去探索一些 潜在的一些 应用场景 好了 我这边关于 那个gatakerner 在应用sbtk vhosefs 的一些内容 就去把他讲到了 然后后面会有 我的同事运进来 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 level recovery 好 接下来 就为我和大家 介绍一下 sbtk rehouse 那边 的 其实 这个 最开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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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限 其实是百度 贴了一个这样的 派系到我们的sbtk 设计 但是 这个问题是说 我们 sbtk 已经准备在 维护我们自己的 类部的 rt的那个 rehouse 的library 所以我们当时是有建议 百度说 往gatakerner去 提这个派系 但是他们可能有 一些原因吧 然后 就我们跟他们商量 之后 我们帮他们把这个派系 给提到gatakerner去 那gatakerner就是一个 单独的社区 所以 他会 接这个派系 他会有其他的一些需求 或者要求 所以我们 也会根据gatakerner 设计的要求 然后比如说 一些example 然后他会有 的一些支持 所以我们会帮忙做这些事情 那 其实这算是一个 百度和sbtk 项目的一个合作吧 就是 其实我们的sbtk 项目是很希望 像百度这样的一些 厂商 向我们去提供 提供一项 这样的一些feature 对 然后 接下来就是 大概介绍下 这个library carpet的实践 那首先是 给大家 介绍一下 什么是library 那 其实library 就是一个普通的 应用程序 就是我们cumen 和我们后端 做一个链接 但是 可能某种原因 比如说 我们埋传化的 进行升级之类的 我们会把这个链接断掉 然后呢 把后端升级完之后 可能再重新 再做一个这样的链接 对 然后 但是 我们是希望说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 虚拟机是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然后也没有任何l的丢失 那这样一个应用的 正常一个这样的 一个feature的应用 大部分都是应用在 这个rehouse 用的backend的一个升级 那 其实在这个feature 之前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需求 那这个之前 那个backend的升级是用什么方式呢 其实 最粗暴的方式呢 就是说 我可以把整个虚拟的服务都停掉 然后我去做升级嘛 然后再把这个虚拟起来 但是如果对一些 零服务厂商而言 这种方式是 就是 JethaMirational人生的用 一定要停 把那个服务给停止掉 所以 所以 还有种方式就是 可能 通过共产迁移的方式 要实现这样的方式 就是 像我们图商 显示的那样的 就是说 我先把host 和host server移动的服务 整个迁移到host server 2里面 然后呢 再去把host server 1的东西给停掉 然后去做一个backend升级 反过来 再把host server 2的服务 再重新迁移回去 但是做这样一个 动态迁移的话 其实本身 它是有一些约束的 那比如这一点呢 就是 我host server 1和host server 2之间 它是有一块 它是有一个共享的一个 其次呢 其次是 它后段的device 必须是共享 所以 所以 这种情况下 就是对于那种 如果你是本地的那种盘的话 其实 你这个 line recovery 这个动态性 是没法实现的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这样的限制 那我们 sptk 相当于提供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是在虚准和我们的后段之间 是提供了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in-flight rector 这样的东西 它会去帮我们去 它的主要作用是 帮我们去记录整个word queue里面的一些信息 相当于一个备份 那这样的方式 它相对于那种动态迁移的方式 就是说 它有更快的速度 然后呢 也更容易去实现 然后其次呢 它会没有动态迁移所需要的那些限制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这个里面记录的 我们这个word queue 记录里面的信息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是把它完整的考回过来 而是只是记录它的一个所以 所以它对性能是几乎上没什么影响的 对 然后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会去 走一遍这个 这个实现的流程 然后来说明我们这个 我们刚所说的那些好处和优势吧 然后它首先是说 我们启动的时候 会在我们的backend里面去 申请一个这样的一个rector 然后会把它 把它的那个ifd 会整个发送到我们的cumen里面去 然后在我们IO处理的时候呢 我的backend的处理 这个为了cumen里面的IO的时候 我们会首先把这个request 每处理的IO 都会把它 在我们这个rector这边去重新备份一次 然后呢 当然 当然了 我处理完了 我同样也会把它给清理掉 大概这样 然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任何 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这个backend给杀死 然后比如说做升级 那升级完之后呢 cumen部分 会重新把那个fd 刮过来 让我们可以重新的达到这个 我们基础的备份那部分的那个IO 然后我们接下来处理的时候 或者先处理这个分分里面的那些IO 然后再去走它完整的那个IO流程 对 通过一个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很简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 那个request和处理不是一个 不能保证它是一个按顺序的处理 就比如这里面呢 我们那个图里面 比如说我有 有一个request是0123 三个request 但它可能处理完的是2 可能是2先处理完的 所以我第二次如果重启的时候 它会发现说我只处理了一个 我还从第二个开始处理 但是我第二个就从1开始处理的时候 往1走走的吃2 但是实际上我们2已经处理完了 我们是0和1没有处理完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备份 然后我们会告诉他说 我们2是处理的 0和1没有处理 对 然后整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 Life recovery这边 其实是有两部分的test 然后第一部分 有部分是kimo部分的 那一块其实是已经 白路已经提到kimo社区 已经没合进去的 然后我们目前这一块是 我们目前这块是提到 已经提到gbtk也正在审 我们的计划是说在19.10 是可以把这个test给合进去 对 就是这样 然后整个patch的 尝尝他们那介绍的 那个reholdsms的patch 是在上面部分 然后 Leverage coverage Leverage coverage 那个patch的情况是在下面 对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今天的介绍应该就是到这里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 谢谢 刚才那个容器 训练机之间共享文件夹的那个 需要多个 Word还有FS 还是 你是说的 你是说的是sdkveholdsfs 这种场景吗 就是现在的 FID的场景 就是你们实现的 如果想多个vfd 共享一个问题 基本是需要多个呢 还是需要一个呢 就是如果叫做sdkveholdsfs 的话 其实只要有sdkveholdsfs 这样一个 那个 连起来一个形成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 目前那breadhead写的话 就是需要 每个那个 其实每个vm 每个sdkveholds 就是需要一个 Word还有FS 就是说 你们会和多个vm间建立 sdkveholds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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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